喔 可惡有動靜了 哇噻 這是什麼 哨死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拿鐵 今天要分享首流黎明覺醒 冒險指南裡面的白鱷女王任務到底要怎麼解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 這一集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白鱷女王我在直播場解的一個任務畫面 右上角這邊有個劇情 有個冒險指南 第三章這邊進入章節 在我們下面這邊有個平原探索 平原探索你解到最後一個會發現這個白鱷女王 是消失的 因為其他任務我們都會有一些坐標 甚至會自動檔案告訴你位置在哪裡 唯獨這個任務的部分 他需要一些前置任務 所以如果你今天解到這個地方 你發現卡住了 看這一集就沒有錯了 這個任務算出現 可是如果你點下去 他不會顯示任何坐標 在劇情這裡 我們的荒野劍文點下去 點第三個荒野獵人 這邊的任務已經解完了 不過先跟大家講到他的前置 這邊有一個困獸之鬥的任務要先解 解到白鱷女王的話 這個任務是可以解 因為他是等級達32級就可以解 然後這個任務解完後 我們下一個任務就是要打這個暴怒野牛 所以你們一樣是解完上面那個再解這一個 然後暴怒野牛的話要特別注意 就是等級要到39級才會開啟 然後這邊要跟大家講 就是遊戲可能會有個bug 就是你解完困獸之鬥後 往下要解這個暴怒野牛 他不會出現坐標 這時候解決方法就是重開遊戲 你在確定解完上面這個困獸之鬥後 你就把遊戲關掉重開 之後你就會發現暴怒野牛的畫面出現了 去打這隻牛 打完牛後 下一個任務就是白鱷女王 只要你的等級達41級 基本上來講他就會出現任務 任務點會刷新 坐標我會告訴你 如果一樣沒有出現的話 一樣重開遊戲 所以他現在目前荒野劍圍有點bug 或許後面你在解這個任務的時候 就不用重開遊戲了 他可能就已經修好了 接下來就分享一下 我直播場在解這個任務的一個流程 與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直播的畫面吧 打他是不是 火烤野牛 他怎麼沒有燒起來啊 有有有 燒他的角角 我們在互相傷害 以火克火 耶 我終於可以解到這個任務 是不是 荒野劍文 荒野獵人 有了 終於出來了嗎 終於出來了 太好了 我們解完前置任務終於出來了 好 這邊我們現在要解的是白鱷女王 無三針面目啊 因為我們在解正常的這個 左邊 我們這邊會有個任務嘛 他叫左線任務 冒險指南的16章 16章這邊會 其實很早就會先看到有白鱷女王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前置任務沒解 所以一直找不到他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你們必須呢 先到荒野劍文這裡 荒野獵人 把他前面的前置任務解完 解到白鱷女王出來後呢 他才會真正的標點出來 然後他的位置呢 就在西部哨所前面 白鱷女王到底是誰啊 來看看 獨三針面目啊 冒絲的獵人 這邊還有一個隊長 尼路 我們現在要到這個正後方 白鱷女王呢 經歷好幾天 終於 要看到他的正面目了 到底是鱷魚呢 還是女王 我也很好奇 要看痕跡 有變異者的殘骸 偵查 偵查不中開 有個金色的光芒 看來是白鱷女王 到河邊了 有兩隻牛 還是羊 鱷魚出沒的痕跡 看來他真的是鱷魚 不是女王 鱷魚中的女王 欸 嚇我一下 要往上走 看到一隻了 是他嗎 就是你嗎 白鱷女王 誰打我 火之呼吸 欸 他就是白鱷女王嗎 欸不對啊 有一個鱷魚 這隻不是 這隻是戰利品 貨救的行李箱 有東西可以拿 對面河邊有東西 鱷魚出現了 一次來了三隻 那白鱷女王是哪一隻 火烤鱷魚 我在跟我的房裝開玩笑 到時候要修房裝了 他這遊戲被打到 就是會傷防裝 對來說近戰有點吃虧 因為你拿武器打 只要他打到你 防裝不會掉 所以我們不要鬧了 我們還是殺鱷魚好了 獵人又倒了 偵查 繼續找痕跡 這邊有一個狼的 狼群被滅了 團滅 狼群被團滅 狼群被團滅 鱷魚 鳥死 鱷魚蛋 第一次看到欸 我真是 現實世界沒看到鱷魚蛋 好小顆喔 盒底有動靜了 哇賽 這是什麼 臭死了 他在幹嘛 他在搞笑嗎 旋轉欸 嘿嘿嘿 好好笑喔 這就是白鱷女王阿 他剛剛一個旋轉出水 不是 不是帥 是好笑 笑死我了 我不是嚇到 我只是覺得 哇 白鱷女王來了 他怎麼不夠白阿 鱷魚甩尾 死亡 死亡旋轉阿 恐龍的咬合力 不要不要拖到合力阿 我們怎麼會被死亡旋轉阿 來 火烤鱷魚給大家看一下 給他個燃燒的痛快 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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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鱷魚 我還盡量不損血 現在在練競戰 以後如果要轉職那個暴徒 就靠這個手感 咦 我已經抓到他的節奏了 OK 完成了 白鱷女王 擊殺阿 好 這個就是 傳說中的白鱷女王 幫他拍張照吧 這時候我們就要 做個紀錄了 表示我終於找到他了 希望他不要馬上消失阿 真的馬上消失了 讚 好 這樣子的話我們解完後還要 支線任務還沒結束 要 給獵人 自白 來 走回來這邊 貌似的獵人怎麼跑到這邊來了 他自己爬過來了 好的 這樣就挑戰完成 我們的白鱷女王任務了 這樣大家學會了嗎 好的 這個任務主要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解的話 你點上方這邊有一個劇情 劇情任務主要是荒野禁聞裡面 會有一個荒野獵人 前置任務的話 盡量把它先解完 解完後就會出現我剛剛講的那個任務 然後解到他以後 他才會出現他的坐標 如果你今天開的是 冒險指南的話 這邊是看不到他的位置 因為你前置可能沒有解完 他的任務就不會出現 然後像我這邊解完後 第三章 進入專節後 下面有個平原探索 最下面這個 白鱷女王 我們就成功解完 領取他的獎勵 還可以拿到金券 還有一個神秘的材料禮包 接下來下面武裝提升這邊 如果你有完成的話 相對獎勵一起領一領 好的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白鱷女王 因為白鱷女王我自己也卡了兩三天 不知道怎麼解 最後有一些網友 網路上爬文找到攻略 然後我們一起在直播場 互相分享攻略後 終於成功解開了白鱷女王的任務 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到你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你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去分享這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哪個頻道 剩我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拿鐵就會找我了 目前直播的話 會在我的副頻道電話拿鐵 連結在影片下方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按讚 字幕開 musicians